用真意的眼光看电影 解决过度娱乐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何之电影 毕业前夕 文志是唯一一个 被派去聋哑学校实习的 去世的路上 他抱着吉他 想起先前在医院的检查 苦闷至极 他被安排在九年级一般教语文 别的老师宽慰他 不会手语没关系 多写版书就行 班长会说话 可以帮他做翻译 班上全是聋人学生 教室门坏了 他被挡在外面进不去 学生们过了好一会儿 才发现这个问题 这是他正式上课的第一天 他向学生介绍自己 学生没反应 他这才想起 说是没用的 得在黑板上写 写完回头 只见台下一片静悄悄的 切写思语 每个人都在用手语笔画 班长解释说 有个同学的猫 被老师拿走了 接着同居午餐 他不知道 三根手屎向下 意思是狗屎 闹了个笑话 他有些尴尬 班长说 我们教你手语吧 学生们教他蜻蜓 孔雀 猴子 鸽子 他跟着笔画 最后 他试探着表示 我去把猫要回来 学生看懂了 高兴地拍起手来 日子久了 他跟学生渐渐熟悉起来 这群学生 除了不能听不能说 其他跟正常孩子 没什么两样 有个叫薛天南的女生 喜欢绘画 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 摇曳的竹林落进 他的眼睛里 他就把眼中的美景 画成一幅美丽的画 还有一个叫刘燕的女生 开朗活泼 梦想是当明星 有一次 他花两百块拍了套写身 照片被同学们争相传开 可当照片传到张彻手里时 立刻被张彻刺成了两半 张彻是个长相英雾的男生 学过武术 但性子有些倔 时尚打架 他饥饿如愁 碰见小偷 他一定会追上去 就算对方有刀 他也不在乎 但他毕竟只是个 16岁的聋哑学生 有一次 他在公交车上 发现了偷东西的小偷 他立刻上前阻止 然后将小偷押去派出所 可刚到派出所门口 一路都乖乖听话的小偷 忽然用力袭击了他 还反说他是小偷 他不能说话 只能蹲在地上 愤怒地嘶吼 对张彻撕毁刘彦照片的事 文智是这么处理的 他先将刘彦的写真 收来看看 然后在黑板上 写下两句话 张彻不爱活他人 物品是不对的 但张彻的审美是对的 刘彦的写真 有些风尘忌 借这个机会 他给学生上了一堂审美课 你们现在最美 他还给学生讲音乐 听不见 就把八音盒的发音元件 拆给学生看 学生们对音乐的想象就像流水 像美丽的山水花 像一朵盛开的花 他们听不见 但他们心里 有各自对音乐的美妙概念 文智的手语日渐熟练 给学生讲解春的时候 他已能流畅地 用手语来表述课文 但他发现 刘彦有些不对劲 好像很不开心 可好 他向班长打听 这才知道 刘彦被骗了 那个拍写真的摄影师 说要给刘彦拍明星照 实际却对刘彦毛手毛脚 刘彦吓得跑出去 好久没缓过来 张彻遇到失痕落魄的刘彦 便问怎么回事 刘彦说了 张彻立刻拍起胸脯 遇到坏人不要怕 我会帮你惩治那些坏人 这不 班长交给文智一封信 打开一看 正是张彻提前写好的检讨书 他给刘彦讨公道去了 文智急了 这孩子也太绝了 之前为抓小偷的事 警察专门来过学校 清老师劝劝张彻 不要再抓小偷了 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建议勇为很好 但现在小偷大多带着刀 张彻只是个聋哑学生 抓小偷太危险 文智为此找张彻谈过 但张彻不听 没办法 他只好在暗中陪着张彻 他发现有个小偷跟在张彻后面 张彻毫无察觉 走到一个无人处 小偷捡起一块砖头 就要向张彻砸去 紧急关头 他飞扑过去 与小偷撕打起来 张彻在前面 依然毫无差距 一直走到拐角处 才终于发现了身后的异样 立刻赶来给他帮忙 从此 他和张彻成了朋友 他欣赏张彻的功夫 便带张彻去学精细 三叉口 他又选张彻不要抓小偷 要抓 也等身体整壮了再抓 张彻答应他 以后不打架了 但小偷还得抓 因为 他想当警察 可才过一天 张彻就把不打架的话收回去了 他在检讨书里说 谁欺负龙咬人 他就给谁点颜色看看 那个摄影师欺负刘彦 他就给摄影师一点教训 文哲拿着检讨书 荆棘火燎的感觉 终于赶到的 还是迟了 张彻一交情过那个摄影师了 文哲只好继续劝 这回 张彻答应他 不打架 不抓小偷 直到年满18岁 张彻想当警察 文哲鼓励说 梦想都有实现的可能 可张彻不信 直到有一天 文哲看到一则报道 写的是中国第一雅探 徐泽民 张彻的眼睛才亮起来 他决定带张彻去见徐泽民 美好的愿望 都有实现的可能 他要证明给张彻看 他们到派出所时 徐泽民刚办完案子回来 这是中国唯一的聋哑警察 面对偶像 张彻终于说出 想当警察的原因 小时候 父亲东彬吸错了四千块钱 给母亲治病 客气在公交车上被偷了 母亲走了 他恨死了小偷 可徐泽民劝他 别着急抓小偷 聋哑并不是最大的难处 最大的难处 是没文化 张彻明白了 他相信偶像的话 文芝又去了趟医院 回来后 学生看见他很不开心地 坐在宿舍里 地上是一把摔坏的吉弹 学生们猜测起来 谁也不知道老师怎么了 他们想做点什么 最后 他们决定 凑钱买把新吉弹 一起去乐器店选了一把 二百八十元 几张时 老板又打了八折 他们高兴极了 包着吉他回学校 小心地触摸琴弦 然后 他们一起来到了文芝的宿舍前 吉他如圣武一般 文芝不再难过 他开始自己写歌 自己唱 刘燕看了歌词 很喜欢 还说要把歌词抄录一份 看着刘燕欢快的表情 他忽然想到 没法让学生当明星 但可以教学生跳舞啊 舞蹈队马上成立起来 他抱着吉他弹唱 一边陪女孩们练习 一段时间后 他们决定以正常人的身份 参加舞蹈新人大赛 他们不希望看到同情的目光 文芝答应了 正式比赛前 文芝和女孩们一同上台 他们的组合叫 安静女孩 文芝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 女孩们在台上随音乐舞蹈 中途有个女生摔倒 但文芝紧急应变 女孩们默契地配合着她的指导 将这个事物完美地掩盖过去 最终 他们获得了第一名 他们激动极了 直到这时 还没人知道他们其实是聋哑人 主持人开始采访 想听听他们的感想 可女孩们听不见 急得直哭 文芝走上台 尽管她还答应过要保密 但现在 她还是说了实话 台下掌声雷动 晚上回去时 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中 但从那以后 文芝就不怎么唱了 嗓子里的脐肉越来越大 她的声音越来越沙哑 可学生们说 老师唱的他们听得懂 学生们为她办了一场演唱会 地点在野外 她给学生唱歌 学生们给她信话 她告诉学生 自己从小喜欢唱歌 梦想长大能当歌手 但后来她听父母的话 考了师范 然后她成了唯一一个 被安排到龙亚学校实习的人 正说着 忽然看见学生们 向她比出一个手势 她不懂 班长告诉她 这个手势 就是爱 那么多学生做出这个手势 那么多学生都爱她 演唱会结束 她收到很多信和贺卡 其中有一封 是爱花花的《财天难写的》 却拿想开心 学会在坏事中发现快乐 她举的是自己的例子 她的妈妈是清洁工 每天四点起床 她便再也睡不着 对别人来说 这很痛苦 但她不觉得 她起得早 所以总能看到 这个城市的日出 还有花开和露珠 妈妈说 人这辈子 不可能都那么幸运 她想报考美术学院服中 但服中不要她 理由是 她的状况很难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 她觉得不公平 她听不见 所以她画画会更专心 她不能说 所以她的观察力会更细细 可为什么 她就不能学美术呢 同样想不通的还有张彻 她想当警察 父亲却要求她进杂集团 她坚决不去 父亲气得打了她 她一怒之下离家出走 跑了很远的路 去找徐泽民 徐泽民收留了她 帮她泡脚 给她泡面 又劝导她 关键是 不能把自己看成残疾人 别的孩子都上学 她不好好上学 这样不对 只要还有健全的眼睛和双手 就能将龙养的缺憾补回来 徐泽民说的都是心里话 她自己又这么过来的 她刻了个小默人索给张彻 张彻将默人记在胸前 重新回学校 文志没有批评她 在文志的指导下 她的三叉口 已经可以上台表演了 化好妆 张彻在台上 演了非常精彩的一处 而在另一个地方 徐泽民运用自己健全的眼和手 又抓了两个罪犯 电视台给学校捐了些设备 办学校电视台 校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文志 文志没做过这事 她想到了蔡天南 她劝天南坚实画下去 上不上美术学院不重要 她还请天南 做学校电视台的编导 天南答应了 她的第一个节目 就是为文志拍音乐电视 她充分发挥自己的视觉天才 将文志的弹场拍成录像 再将录像带 寄给很多电视台和唱片公司 文志的梦想是当歌手 她要帮文志实现梦想 文志的实习期要结束了 她走上讲台 台下学生们全都认真地望着她 过了好一会儿 她说 我来的时候 是不快乐的 是绝望的 现在 我快乐 我拥有了 这么多的朋友 你们是我永远的朋友 她送学生们一台笔记本电脑 有了网络 不用说 不用听 也能交上朋友了 学生们开始抹眼泪了 她也开始哽咽 但是网络 无法代替的事 是情感 是人和人之间 最真挚的情感 她忍不住走下讲台 走到学生们中间 去摸摸学生们的脸 学生们围起来抱住了她 她们舍不得呀 文志和道师范 忙毕业论文的时候 她收到了蔡天南的一封信 说还在画画 就是天一黑 就看不见东西 觉得时间有点慢 喜欢盖太阳一点点落山 真美 秋天的树叶开始落了 蔡天南走在街上 忽然看见落边的海报 是文志 她出专辑了 名字叫何流 里面正是天南拍音乐电视录下的歌 天南走进音像店 找到文志的磁带 结账时 她让店员把磁带播放出来 播放器上的灯光 随着音乐跳动 她仔细地看着 视线渐渐模糊 泪水从她美丽的眼睛里 无声的滑落 这是2000年上映的电影 无声的河 片中的龙人角色 全部由龙人扮演 这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在从未远离过喧嚣的正常人看来 这样的世界 极大可能是悲惨的 但电影呈现的却不是这样 龙亚孩子们在学校里生活学习 像正常孩子们一样 并不缺少欢声笑语 正如徐泽民用健全的眼和手 弥补了龙亚的缺憾一样 这群孩子们 也用他们的善良 和充满梦想的青春 弥补了身体上的缺憾 没有太多对残缺的感伤 孩子们的笑脸 单纯的像天使一样 他们怀揣着 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想象 他们都还是孩子 他们都还在校园里 生活的残酷真相 还在他们不太能触及到的地方 刘燕的受骗 和张舍的被报复 都不会是出自触碰社会之后 所遭遇的微小刺伤 他们受到挫折 但 他们还能保有梦想 可人这辈子 不会一直都那么走运 文智能处专辑梦想成真 助他梦想成真的蔡天南 却面临着失学和市民的双重打击 一旦走出校园 很多事情都会变一副模样 活出精彩的龙人并不是没有 2005年 春晚龙亚人表演牵手观音 那种强烈的震撼 至今记忆有心 但更多的龙亚人 却没有这样的幸运 他们无声地活着 又无声地沉溺 人们会感动于龙人 在无声的世界中 所想象出的美好 就连他们的手语动作 看着都像是美妙的舞蹈 可人们却忘记了 他们只是没得选 如果能够拥有健全 谁会费去用想象去装点世界 谁会用一纸 用手指来沟通世界 这部电影 先给所有龙人 只希望他们走出校园后 依然能有足够的原料 将那些残缺的部分 永远地弥补 和这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